大家好,我今天做這個影片就是為了參加余橋的化妝比賽 這個妝比較濃,而且有很多顏色 但我覺得也很適合跟朋友出去Clubbing 或者跟朋友出街在港市發 如果大家覺得自己可以保持得到 其實這個妝都是很有角色的 如果大家喜歡的話,就繼續看吧 首先,我會用MAC的Paint Pot,叫Soft Ogre去打底 我今天只是用手指 輕輕力印在眼窩上面 然後我會用一支扁的眼影掃 今天我用的顏色是MAC的Pigment & Grape 首先我會用MAC Mixing Medium 把手指畫面弄濕 沾一沾乾點,不要太濕 然後我會直接用手指掃 放入裡面 на risch 點多一點 然後再用多餡的隔離 然後我會把這個顏色放在整個眼窩上 跟平時很多人做法不同 我現在會先上眼線 為什麼會這樣做呢 因為我覺得你畫了眼線 有時你會放一些眼窩位 這些眼窩位的地方 整個形勾出來的話 你會比較容易知道在哪裏的位置 首先我會先拿一支黑色眼線筆 然後我會把整個下內眼線 用黑色眼線筆填滿 然後填滿了黑色眼線之後 我會輕輕地畫出少少的黑色眼線 這樣做法煙燻感會比較重 而且如果只是很死板地畫下內眼線 有時那樣會很兇 畫完下內眼線 我就會畫上上眼線 上眼線會用MAC的Black Track Float Line去畫 我會用一支斜角的小的斜角掃 我覺得這樣畫的線 用一支小的斜角掃 畫的線是最容易的 而且會畫得比較公正一點 之後我會用另一支 MAC Pink Moth 就是MAC Pink Moth 然後呢 我就會 在 剛才我們畫完之後 那個眼影的上面呢 就用這支Pink Moth來 滾開它 這樣滾開它 簡單點就是 把手這樣 按開它 那這顏色就會散出來 之後呢 我會再用另一支 MAC Pink Moth 這支是MAC的Naval Blue 然後 用這支的 海軍藍 就放在 下眼線上面 我們剛才用黑色打了底 這個藍色反而會顯得更加藍 而且 又 有層次的 之後呢 我呢 就會 上下眼睫毛 那今天呢 我用的就是 這一對 Ardell的116 是比較 稀疏一點 但是就長一點 spiky一點的 另外一個原因 為什麼我選一副 比較稀疏一點的 假眼睫毛呢 就是 因為 你有時候 畫得眼影很漂亮 但是如果你太濃密的話 其實是會遮蓋你的眼影 那好像你煩化都沒有什麼所謂 那 雖然 加了眼睫毛之後 你會發覺 整個眼妝呢 就已經 形已經出來了 那 我們可以看到 形之後 覺得有什麼 輪廓 做得不夠美 那我們可以繼續 再加上它 那 首先呢 就為了加強輪廓 那 我會用一個 黑色 用NARS 這個pandora 用一支小的掃 就是NARS 12毫掃 然後 加強眼尾的輪廓 的 那 之後我們上胭脂 那 今天用的胭脂呢 我都可以用一個比較 嗯 白分紫色的 每紫色的系列的色 那我會用這個 是NARS的 然後呢 拿一支胭脂掃 我會打斜的掃 因為這個妝 不是可愛的妝 而且 顏色都不屬於可愛的 那 那 至於唇部方面呢 那 這個妝其實有很多 顏色都可以搭配到的 那 你可以搭配一些淺色一點的 的 例如 Lady Gaga MAC的新出的 唇膏 然後 又或者可以用一些很鮮色的 的 好像我今天用 這支是Gurubotown 一支紫紅色的唇膏來的 那我直接呢 就在 用 暗 直接在那個 唇膏上 塗上去 之後 如果你喜歡的話呢 還可以上 Lip Gloss 看到嗎? 是這支 Mac Dazzle Glass Inventabulous 我只會在最中間那裏上一些 加強立體感 今天這個樣子就化好了 是比較濃一點 但是我覺得是很好玩 還有一個是給人感覺很有自信的一個妝 我希望大家喜歡 有一定的 這件衣服是要大眼的 這件衣服的 很悲哀 而且,我可以戴上其他 糾之釀電 那一塊 我們可以戴上去 妳可以戴上去